大家好 大家好 这里是电影不无聊 电影有得了 我是金刚 我是喜儿 那么这回录节目的时间呢 是在周二 一般周一咱们的节目已经上线了 这回周二录 然后剪辑 时间非常紧迫 周三节目上线 咱们在微博周一的时候 也跟大家解释了 具体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俩最近在考驾照 然后 特别丢人了 谁丢人 说出来特别丢人 怎么现在才考驾照 但是呢 现在我们两个都已经拿到了本 反正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为什么 稍微推迟了个两天上线的原因 所以 那么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还是来聊一聊王金 因为上半期的王金节目 咱们已经隔了一段时间嘛 然后当时做完王金上的时候 就很多人都反响还不错 当时挺出乎意料的 那么 也不算出乎意料 咱们的港片系列一直很受欢迎 还有影人系列 它就是影人加港片系列嘛 对 但是呢 这回我发这个微博 不是有一个通知说周三上吗 然后又收到了一些 呃 大家的声音 说 怎么开始做王金了 说那个 就大家反正挺不高兴的 所以就又听了一些 反面的声音 所以说就是重口难调嘛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然做完王金上 下面一期节目是原生海恐怖系列 我忘了 反正当时那个节目上下 微博下面就好多留言说 啊 我们以为这期是王金下 然后人到咱们的个人微博留言说 到底什么做王金下 所以就是 只是还想解释一句吧 就首先这个选题 我们不是非常草率的去选的 确实是生思熟虑之后进行选择的 而且呢 这个王金可以说 就是他在八十几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这个经历吧 也算是香港那一个电影时代的一个浓缩的缩写 而且也是陪伴了八零后的一个成长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来聊一聊王金 对 而且前两天正好有人爱托我在微博上说 怎么就回不到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的女神和那个年代的电影那么的经典 然后我就说这期咱们正好要聊到那个年代的经典了 因为聊到王金肯定就是各种女神就呼啸而出了 对 所以那么咱们就正式进入本期放题 这个音乐让人联想到一种宫殿般的感觉是吧 这个音乐是选自于陆顶记 当然是周星驰那部陆顶记 咱们其实还是接着上半期的那个主题往下接着说嘛 时间段也是接着的 其实咱们上半期正好是说到了赤裸特工 赤裸特工这部电影是在92年 所以咱们就按着这个时间往下说吧 92年的时候呢 王金就带来了一部非常可以说是受欢迎的电影 也就是陆顶记 他一共分上下两部 但是呢 在92年尤其是90年代初的香港电影市场吧 它是有一个背景的 因为这个年代的香港电影是真的是非常的疯狂 非常的嚣张 整个东南亚都基本上都是视香港电影为最大的金矿 都在挖掘它 而其中最重要的市场就是台湾了 刚在之前的节目里边咱们也提到了 就是假如说一个演员火不火的话 要看他在台湾有台湾有没有市场 如果在台湾有市场的话 那才能说明他真正的火嘛 所以呢 咱们再说回这个大的背景呢 其实特别有意思 因为90年代出现了一批巨星 而且也是至今到现在也是咱们一代人的记忆 而且他们现在也发展的特别好 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周荣发 刘德华 成龙啊 李连杰这五个人了 这是当时崛起的这个最大牌了 然后也是令台湾啊 还有香港的电影市场一下就疯狂了 当年呢 在台湾其实是有五大片商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杨登奎 主要提一下杨登奎是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他当年早期是混这个黑道的 但是他在台湾确实是非常牛的一个片商吧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发现了香港电影在台湾特别卖座嘛 所以他们就疯狂的采购这个引进这个香港的电影 然后就绝金嘛 然后就吸金 然后在这一批电影里边 其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就叫做东方不败 就是程晓东那部东方不败 这部东方不败它就是笑老江湖的第二部 大家都知道其实笑老江湖第一部 其实就是票房并不是很出色 尤其是这个营收不是很出色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笑老江湖的第一部是由胡金泉指导的 但实际上呢 徐克把胡金泉拍的这些东西全都推翻 自己又拍了一把 其实因为这件事情胡金泉之后就没有再接到很多大的 这个投资人给他的一些支持吧 其实也挺难过的 因为当时徐克也是想联合胡金泉 再发挥人生的第二春嘛 当然可能是因为这个两个人的意见 各方面风格都不符合 然后就产生一些矛盾 所以这个片的成本其实是非常大的 然后造成了这部电影最后的收成不是很好 所以呢 这个东方不败在拍摄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不都不看好这部电影 因为这个电影首先第一部没有挣到很多钱 而且第二部呢 这个令乌冲换了一个主演换成了李连杰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会担心这个片子了 但是呢 没有想到这个片子就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而且票房特别好 他在台湾一下就是 就那种爆发性的 特别疯狂的就开始吸睛 所以呢 让这个片子一下就成名了 但是在香港的这部片子上映的时间 是被推迟到暑期党 因为在台湾上映这部片子的时候 是在过年党 过年党就行 可能那个年代 那叫做春节党 主要是咱们是放在那个时代来说的 好 然后王金对于这个片子非常好奇 但是他没有看过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王金对于这个市场的敏感度特别强 所以呢 他就找这个诗男生借来这部片子来看一看 因为这个片子是诗男生和徐克手下的一个项目 当年他们成立电视工作室嘛 这是属于他们的一个项目 诗男生就是人特别好 就把这个片子拿给王金看了 就一个拷贝 然后王金就到这个电视工作场 工作室的这个放映间就看这个片子 他看了十分钟 在他的自传上 他是这么写的 他看这部片子 在看前十分钟的时候 他已经头皮发麻 然后就觉得特别爽 因为前这个片子一开始就有一场戏是这样的 就是钱嘉乐扮演的那个东洋武士 然后斩了一匹马 从那个中间把一个马给展开了 所以当时这个挺刺激的一个画面 所以王金当时就有点 反正有点夸张吧 激动了 对 有点激动 然后看完这个片子 他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劲道起飞 因为王金拍电影的风格 大家就知道 一向是那种屎尿屁的 然后而且是喜剧片 所以在他的电影里边 很少涉及这种武器 而且因为他拍屎尿屁电影 拍的这么成功 所以他一向也不是非常看得起这些五指做的一些片子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的那个年代有很多功夫片 其实真正的核心人物都是这帮五指 就是说这些武术动作导演都不参与 全部都五指上去拍 所以王金其实就不是很看好这些东西 他觉得我没有五指 我照着能把这个片子拍的好 能卖的钱 所以他不太重视这些东西 但是他在看完东方不败之后 他就这个观念发生了一些改变 然后他尤其是喜欢这个片子里边的一些人物的设计 就是东方不败 林丁侠败的这个角色 然后对于性格方面的一些设计 而且还有这个片子里边动作设计 也是对抓他眼球的 所以他就悬梦着 就是想找这个程晓东 为他拍一部电影 就是五指 然后正好当时王金手下有一个相 项目就是这个陆顶记 所以呢他就找程晓东 问他说你能不能来跟我一块拍这个片子 其实他当时和程晓东还不是非常的熟 当时他找程晓东的时候 程晓东还在邵市给那个杜西峰拍《审死关》呢 那个也是周英诚演的嘛 但是张晓东还是就是爽 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两人就聊的特别的投缘 这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王金这个人特别能说 因为我记得咱们在上一期的王金节目也提到 他和向老板第一次聊天 从这个社会现状啊 娱乐圈的事一直聊到了宇宙 聊到了外太空 所以这人确实非常能聊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属于导二代 就是他们的爹地全是导演嘛 程晓东呢 老爹是陈刚 也是一个老导演 所以俩人其实挺有话题的 也都是 原来也是家父吧 也都是在一块工作过的 所以俩人就越聊越投缘 然后一块就拍这部片子 所以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咱们在看鹿顶记的时候 其实可以发现其中一些东方不败的影子 对吧 比如说这个 尾小宝的这个 最后不是学了神龙教的武功吗 然后那些男不男女不女的造型 而且最经典的就是完全 Cost了一下那个东方不败里边的那段 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假装口误的地方 然后说东方不败来了 说在哪呢 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对 而且在鹿顶记的最后一幕的时候 不就是林星霞出现了吗 他穿的一身红衣 那个红衣就跟他在拍东方不败是一样的 因为在东方不败这个片子里边 他们在创作的时候 尤其是徐克 创作的时候 他这个人物的设计 有一些灵感是来自于毛 就是毛泽东的毛 因为是红色的革命 所以他里边的衣服都是怒红色的那种 关于这个东方不败 咱们以后再具体聊 咱们就先说回这个片子来 这个片子确实是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这个片子也相对于 王金其他片子来说 这个片子制作也是相当精良的 首先这个动作设计就不用说了 就程晓东 程晓东是90年代非常火的一个舞指 不过现在最火的应该还就是巴掩了 除了动作指导 这个片子还有一些非常顶尖的人物 比如美术服装 他用的当时最顶尖的西仲文和陈顾芳 这两个选手当年在香港的这圈里边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然后摄影师是钟智文 钟智文这个选手就完全就是香港顶尖的了 而且他拿奖次数也是非常多 仅次于杜可峰他们这个级别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摄影师 当然这个片子里边除了这些精良的制作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演员了 首先这个里边最重要的演员就是周星驰 这又不用提了 这个片子一下把周星驰变成了超级巨星吧 可以说 因为这个片子周星驰演的特别逗 而且我是觉得吧 就是周星驰办的这个韦小宝 就是有一种天生的优势 因为周星驰他在做这种地痞的形象呀 还有那种无赖的形象 还有一些动作设计 其实都是非常符合韦小宝这个身份的 我是觉得他比山小春那版还要的经典很多很多 因为他太滑头了 这版的阵容也要比那版棒很多 就说他几个老婆的演员 对 你像神龙教的教主是由张敏来扮演的 在第一部路景机里面 它是大家都知道路景机的剧情 它是这个在皇宫里面冒充皇太后 然后呢还有这个邱淑珍扮演的角色 就是见宁公主 我记得特别清楚 陈小春那版电视剧里面见宁公主 个人认为有一些丑 就是演那个阿紫那女孩 对 然后还有这个袁杰盈和陈德荣 他们两个共同扮演双二 这个还是挺新奇的是吧 对 因为双二应该是一个人 对 然后这两个人是因为是连体英 就他起里面其实好多非常离奇的改编吧 对 连体英给切开了之后呢 动作和感受都是一样的 说到陈德荣呢 他是一个台湾人 大家其实也应该很熟悉他 因为他演过琼瑶的梅花三栋 然后还有我个人熟悉他是因为绝带双交 那个林志远和宋武棚那版的绝带双交 当然他还演过一连幽梦啊 就是老板的一连幽梦 在秦兰之前的 他在台湾是比较有人气的 而且他长得也非常的漂亮 对 非常漂亮 另外一位双二是袁杰盈 也是非常漂亮 他是五官很精致 然后呢 气质比较冷傲 他在黄百明 当时他的心态 街上给发现的 然后15岁的时候就进入影坛了 之前还跟陈嘉玲 罗美威和李立真组成了开心少女组 然后后来演了一些 比如说开心鬼啊 等等这些喜剧 还有一些电视剧 比如说人龙传说呀 这种追击令啊等等 然后他其他的老婆呢 阿柯就是非常漂亮的李嘉欣来扮演的 全老师那版里的阿柯 我也有点觉得并不那么宝美 我是觉得TVB的这些女演员 确实质量是不太好的 刚才咱们说到 对还有一个是林青霞 差点忘说了 林青霞是第二部里面扮演的 这个神龙教教主的本尊 第一部里面他还不是教主呢 是吧 张敏扮演那个易容的 其实说两个演员 原来合演的一个角色 对 其实我是挺纳闷的 当时这个林青霞 为什么堕落的去演这么一个角色 也不能说堕落 就是开一个玩笑 反正这个片子呢 最后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对吧 然后 这个票房真的特别吓人 狂收四千万 在台湾卖了两亿多 新台币啊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的 一个票房记录 所以大家看这个片子 都非常非常的满意 然后呢 这就是叫什么 乘胜追击嘛 然后王金人接下来就立马又 接了家合的另外一个片约 拍了另外一部 大明星主演的电影 就是城市猎人 城市猎人这里边 你看就是成龙是吧 邱淑珍这些 还有祖 对 还有厚藤九梅子 扮演的是成龙保护的那个 有点黑的姑娘 但也特别漂亮 对 这个城市猎人 呃 他是改编自那个日本的漫画嘛 里边呢 对于漫画 应该是做了一些改编吧 但是有些场景的设计和漫画 还是比较混合的 然后这个片子 因为成龙扮演了一个不太 可以说不是那种 非常典型的正面形象吧 有点猥琐啊 那种 特别色 对特别色的这么一个 呃 侦探 对吧 所以 不过我觉得他这里面 好多的镜头 比如说他做春梦 然后梦一堆女的春 比基尼把它包围什么 然后然后共有饭花痴什么的 嗯 嗯 就他 我觉得他现在中文中 还是也是挺色的 都不倒不可以换饭花痴啊 人家大哥嘛 也也许这个 有备于成龙自己的形象嘛 所以成龙一向 不是很喜欢这部电视 而且这部电视 有非常经典的 成龙的这个 男扮女 对 他扮的那个春丽 就是北京小妞嘛 滴滴打滴滴 最后用了一招 反正这个片子就是 非常非常的敌气 非常有王静的风格吧 只能这么说了 不过这个片子呢 在拍摄的时候 其实还是比较的困难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 当时在拍摄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王静同时也在拍摄 刚才咱们说到的 鹿顶记二 神龙教 这个片子 因为当时 大家都知道 看这个鹿顶记的时候 就很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片子绝对有下级 对吧 所以肯定是计划中的 但是呢 因为鹿顶记一 拍的太成功了 所以台湾的片商 就开始要求提前交片 然后提前上映嘛 所以呢 这个 王静就接到了电话 然后要说立马开拍神龙教 所以这两个片子 档期就放到一块了 所以王静就 就有点 无法应接了 因为王静之前咱们也提到过 他这个拍片的能力 就掌控力特别强的 同一时间能拍好几部片的 但是呢 那类 那些片子都跟这两部片子不一样 因为这两部片子 全是大明星 全是大片 这得罪不起啊 他就开始连牛转 下午六点 在邵氏片场 一直拍到凌晨一点 就是第二天一点 然后呢 再去另外一个片场 去拍城市猎人 然后再拍到第二天上午的十一点 就这么一直连着拍 就已经挺玩命了 我觉得这一般人也都做不到 非常的非常的卖操 但是呢 是比较有一个 有一个好处是 这个程晓东能帮他 担负一些压力 因为里边有一些武器的话 程晓东就替他拍了嘛 但是还是压力很大 但是这其中呢 就有一个巧合 特别帮了王静一下 就是程龙在拍一个 难度非常低的动作的时候 受了一点小伤 就是程龙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 特别玩命嘛 尤其是在拍 这种难度非常高的时候 没事 一拍这个 难度低的 咦 嘎边就 就是那个受伤了 所以他才顺利把这样 五片子拍完 但是在拍完这个片子之后呢 咱们就不得不说到 王静和周星驰 中间的关系 发生了一些改变 大家都知道 这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咱们节目里边的 王静在后边和周星驰 其实两个人 就已经分到扬镳了嘛 原本两个人真的是一对黄金搭档 当年俩人是吧 挣了那么多钱 而且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搞笑的片子 真的是太多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 这个周星驰其实是比较苦命嘛 家里环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他和王静就很投缘 然后把自己的这些苦难的经历全告诉了王静 俩人就成了这个无话不说的挚友了嘛 然后又又加上王静和他赚了那么多钱 俩人就关系越走越好 但是呢 周星驰在变成这个明星之后吧 这个心态又微微的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是王静的评价 我这是转述王静的 因为在我看来 这个东西很难说一个对和错 在他心态发生了一些转变之后呢 他就开始疯狂的借着他自己的这个资本吧 开始炒房 炒房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当年和他之前的前女友 还因为这个炒房上官司 打官司之类的 然后 说不给人钱 对 说的挺吝嗦的 之类的吧 然后 反正他就开始结交富翁嘛 富豪 然后他们在拍这部神龙教的时候呢 周星驰就把一个富豪 某一个富豪带到了片场 而且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片场算是一个导演的地盘 对吧 是我们剧组的地盘 这个富豪来的这个片场 就非常的自我 也不跟大家打招呼 尤其是不跟导演打招呼 这让王静 生气 对 非常的不悦 所以他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不爽 这只是一点小事 但真正让他俩的这个心态 发生了背离的这个事情 是在之后呢 是在之后 当时 大家都知道 王静和文俊 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 叫做李小龙 这个演员是 李志廷 就是那个贾王力宏 他演呢 但是呢 其实这个片子真正的原创者 就是他们约好的原创者 是周星驰和王静 因为两个人本身都特别喜欢 李小龙 尤其是周星驰 大家在看 他的片子游戏是那部《千王之王》里边 《千王之王》两千里边 可以看到周星驰扮演的那个角色 完全就是在模仿李小龙的一个状态 而且周星驰也自己多次的表达 他的偶像就是周星驰 就是李小龙嘛 所以他们俩对于这个片子的这个约定啊 就是看的比较重 所以两个人 两个人就拉投资 拉到了佳和这边投资 然后佳和给他们的这个800万的片酬 外加分红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报酬了 所以两个人都 两个人都非常的愉快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但是呢 就发生了一些意外吧 发生了一些冲突 当时周星驰与王今儿就是商讨 这800万怎么分 两个人就就协议协商 然后周星驰跟王今儿说 那咱们就六四分账 就是周星驰六王今儿四 王今儿说那也可以啊 因为这个800万数量是非常可观的嘛 也就同意了 然后过了两周呢 周星驰又跟王今儿协商了一遍说 七三 对那咱们换七三吧 这个七三就是算下来的话 王今儿再加上孙鸿 其实还是很高的 因为当时他们 他用的片酬可能也就200万左右嘛 所以这个报酬也是非常可观的 王今儿就又同意了 然后又过一段时间 周星驰和王今儿又商量了一遍 说那咱们八二分吧 这个王今儿有点受不了了 有点不悦 不过这确实给一般人也是挺不高兴的 一件事情 但是呢 这个钱咱们算下来 800万 这个他分二成的话 也有160万嘛 对吧 这也是差不多 再加上分红 差不多也能达到他正常的一个收入 而且呢 又是因为这个蔡永昌的一个面子嘛 跟人家家和都谈好了 所以那就还是忍啊 就拍吧 你加上自己又特别喜欢 李小龙想拍这部片子 然后就就同意了 就就谈谈妥八八就是八二分了 但是呢 过了一阵子突然没消息了 然后呢 我是通过看王今儿的自传 王今儿这么形容 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听说这个片子被家和改成周星驰 一个人主演 酬劳八百万 然后拍了一部片子 叫做《武状元苏启尔》 就把他甩了 从此呢 他又开始吧 也不能说永远啊 就是那一段时间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跟周星驰都没有一个合作 因为他当时就觉得 我跟你合作简直太没趣了 所以就是 我觉得吧 因为两个人 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分辨 谁谁对谁错吗 因为这无非就是一个利益问题 而且俩人 虽说是俩人看起来是黄金搭档 又是表面上的挚友 但实际上他们的关系 完全是建立在利益上嘛 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的话 就是性格不合和分赃不均的 这么一个事情 没有什么谁对谁错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就是这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很多人 后来都跟周星驰都掰了嘛 但是呢 我觉得他们这些导演啊 对于周星驰的评价 还都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王金儿 对周星驰的评价 也是相当高的嘛 大家都认为 他确实是表演上的一个天才 而且周星驰自己 指导的一些电影 王金儿也认可了 也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好的导演 所以呢 周星驰 大家怎么看待 就是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待 但是这些事情 确实真实存在的 那咱们就接着往时间 按时间往下说 我插一句城市恋人啊 这部电影里面 虽然没有周星驰 但也能感受到 王金儿对于李小龙的崇拜 比如说在成龙 他有一场戏 在电影院里打架 在那个邮轮的电影院里 小电影院里 然后他特别矮嘛 打两个外国人 然后在大萤幕上 放着是李小龙的戏 当时李小龙也在打外国人 对 打的那个人是贾巴尔 对 然后成龙的一些动作 他剧情里设计的是 李小龙怎么打 他怎么打 然后呢 就一开始 完全被外国人蹂躏 拎起来 然后吊着打 什么怎么着也打不着 最后呢 把他们都给打拍之后 他对李小龙 大萤幕里面 李小龙说一句谢谢 然后大萤幕李小龙 正好说了一句不客气 对 还挺有意思的 对 那咱们就接着按这个时间线往下说 刚才说到的主要都是92年的一些事情嘛 那咱们就接着说93年的事情 93年对于王金来说是事业特别有成的一年 因为93年王金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他在93年呢 一共光指导啊 就一年就导了七部电影 放到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办到这件事情了 但是呢 大概通过王金在一年中拍七部电影 其实也可以看到 当时香港电影的一个制作环境嘛 创作环境 因为真的是非常高产 而且他们的这个粗制滥造啊 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也是为香港电影走下坡路 埋了一个隐患吧 除了这他指导的七部电影 还有三部他监制的电影 那咱们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十部电影吧 首先他指导的七部电影是 黄飞红 铁鸡斗无功 是那个李连杰演的 还有超级学校霸王 还有武侠七公主 还有追男仔 还有至尊三十六计 偷天唤日 还有倚天吐龙记 之那个魔教教主 还有是新少林武祖 这七部电影 还有他监制的香港情案之强奸吧 对 因为他是监制吧 对 还有他监制的就是强奸嘛 这是一 还有仁皮灯笼 还有西雪桂丽王 你看这十部电影 这十部电影真的是 都很有来头 因为这十部电影 首先票房都很好 也是咱们小时候都看过的片子 很喜欢看的片子 而且这片子全都是大明星主演的 你看这里边有李连杰 对吧 有郑一剑 不过郑一剑当年还不算是一个成名的人吧 但是在现在来看的话 大家对他非常熟悉了 因为古惑仔嘛 然后还有什么 那叫什么 黄秋生 对吧 还有刘德华 梁家辉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任达华 邱淑珍 什么什么 就是这些人吧 都非常的大盘 这其中呢 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其中有两个点是 就必须要提的 刚才提到的一点是 郑一剑 郑一剑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这个履历啊 就是在拍超级学校霸王之前拍的一些片子 基本上没有以他为主角的一个片子 而且很多是这个电视剧 而且数量却是非常少 就是从超级学校霸王开始 他才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超级学校霸王里边 他办的是一个反派嘛 算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王天就是因为超级学校霸王这部片子 发现了郑一剑 然后立马就跟他签下了五部电影的合约 也就是从这个TVB手里抢下了 抢过来了 这个超级学校霸王这个片子呢 其实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片子就是咱们小时候 特别喜欢玩的一款游戏 就是街霸 街头霸王 对 就是城市猎人里面之前咱们提到的 对 他们就是就是那个 触电了之后变成那个街霸 各种打架 那会大家都玩那个街机 每个男孩我觉得全都玩过这个 在这个片子里边就是以 这些游戏人物为故事 然后拍摄的一部电影 所以呢 这部片子当然是侵权了 被卡普空告了 就是发律师函了 所以呢 这个片子最后又做了很多的改动 然后上周上映两周就立马就撤档了 但是呢 还是收了2400万的票房 不过呢 虽然看起来成绩还不错呢 但其实这个片子的成本还是比较高 所以也没有挣到很多钱 然后另外一个片子呢 跟他的这个 呃 最后的这个结局是比较类似的 也就是强奸 强奸这个片子 其实也没挣到什么大钱 但是也是挣了一点钱啊 这个片子原本叫做合法强奸 呃 是因为他宣传的时候就 呃 采过界了嘛 然后这个香港电影 这个 简厨啊 就对他呃 呃 呃 有一些要求 所以最后他才一直进行的修改 然后呃 被拍成了三级片才能上映 呃 这部片子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它是根据真人事件改编的 就是片中这个犯案的男主角 就是本身就是搞法律的熟知法律 然后找到一些漏洞 提前铺设好一个局 对 得以使他能够在一周还是几天之内 我记不清了 不断的去强奸吴雪文扮演的这个角色 嗯 当然邱淑珍作为 温王金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反正这个 呃 王金很宠爱的一位女演员吧 是没有被强奸的 然后他是跟任达华在片中里面 呃 任达华演一个黑社会大哥 然后邱淑珍跟任达华 呃 一起帮吴雪文报复 因为他是吴雪文的好闺蜜 嗯 但是就是他不在的期间内 吴雪文被不停的强奸 特别惨 嗯 啊 这部电影还是很香艳的 对 所以这个片子 呃 虽然是三级片 本身这个观影人群就会小一些嘛 嗯 但他最后我还得赚了 呃 一百多万吧 嗯 也挺不错的 但是这个片子最重要的是 让王金发现了一个导演 这个导演是 刘伟强 对 刘伟强 他是非常出名导演 因为他拍了《古惑仔》 拍了《无见道》 就这些片子足以证明他有多了不起了 对吧 嗯 那对于这个王金和刘伟强的这些事 咱们之后再提 咱们先接着往下说 因为在刚才说到这七部电影里边 大家可以发现 呃 有有好几部是李连杰演的 对吧 嗯 比如这个黄飞红 一天屠龙记 呃 很多人不怎么提到 老是一身正气的感觉 对 但是李连杰他确实是呃 跟陈龙是跟陈龙是同一时代 而且他他俩是应该算是最火的功夫巨星 对 功夫巨星了 那咱们就来简单的说说李连杰吧 可能以后也不太有机会说到李连杰 嗯 说到李连杰的话呢 咱们肯定要说一说功夫片了 嗯 因为功夫片呢 咱们在这的时候就是以一个背景来给大家简单介绍 简单聊一聊 这个功夫片说起来的话 嗯 应该是最为欧美人熟知的中国电影了 嗯 这类型啊 呃 但是似乎对很多人来说的话 欧美人都觉得欧美人最认可的 或者是第一次知道功夫片是因为李小龙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其实真正让欧美人就是大面积的知道了功夫片呢 而且还认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 对对对 嗯 那应该是确实李小龙 嗯 我我这儿说的是让大家让欧美人第一次知道的功夫片是 另外一部电影 是1972年的一部电影叫做天下第一拳 嗯 这是邵氏的一个片子 呃 是由罗列主演 但是这个片子的导演特别有意思 他叫做郑昌和 是一个韩国导演 这个这个韩国导演呢 他在当年在韩国拍拍片的时候 特别高产 效率特别高 非常有这个香港的这种拍摄的风格啊 然后他在60年代就跑到香港 跟香港进行一些合作 然后在68年就加盟了邵氏 然后嘛就拍了这个天下第一拳嘛 啊 当然不止这一部片了啊 呃 然后之后呢 他和这个邵氏发生了一些矛盾 主要的矛盾点呢 就是呃 方亦华女士 呃 他们俩之间产生一些矛盾 咱们之前在说邵氏的时候也说到了 很多人对于方亦华只管邵氏其实是不太满意的 嗯 对吧 比如说这个蔡永昌 呃 当然了这个郑昌和也是其中之一 反正就是破裂了 关系破裂了 然后他就也是加入了家和 然后在1977年拍完破戒之后呢 他就回到了韩国 回到韩国 他就再也没有进行导演的工作 反而是做一些监制的工作 呃 然后一直在经营自己的公司 呃 然后反正就至今都没有再拍这个电影了 呃 那咱们说回这个天下第一拳啊 这个片子呢 其实特别有意思 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一提到70年代的功夫片 那肯定就是邵氏的那一批 肯定就映入眼帘了吧 嗯 然后 他还能联想到那个时代的功夫片是什么样的 就是呃 镜头首先是非常单调的 对吧 嗯 然后大部分的故事都是非常的无聊和简单的 主要就是卖这些 嗯 动作嘛 但是呢 那些动作也全都是实打实的 而不是通过一些电影的技巧 给你进行了一些修饰 嗯 和这个呃 剪辑啊 各方面来带来这种快感 但是呢 这部天下第一拳 这个片子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剪辑 呃 可以说已经是有了现代电影的一种 那个拍摄方式的一个雏形了 他里边的 比如说出拳啊 这些动作 他都会剪得特别碎 而且冲击力特别强 给一些特写 但是同一时代的那些功夫片 可能都是固定的机位嘛 然后不停的拍 而且都是全景 然后把每个招式全都拍下来 所以这个片子在当年看起来的话 就非常非常的精彩 然后非常刺激 而且这个片子里边呃 对于暴力的一些处理的 也是比较生猛的 嗯 所以呢 就怎么说 它就是非常刺激 就是这么一部电影 嗯 而且这个片子呢 我觉得它对于昆丁的影响 也是非常重的 虽然可能昆丁 没有过多的提过这部电影嘛 但是这个片子呃 确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因为在这个片子里边有一个音乐 就是那个 昆丁在杀死鼻眼里边也用到了 就是那个报警声 就是那个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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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就是那个声音 这那个音乐呢 就是来自于天下第一拳 但是呢 我不知道这个音乐的原创者是谁 而是我在看这个片子的那个片头 我发现了原创音乐 呃 这个作曲的名字 叫做程勋奇 哦 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 但是我 嗯 没有 就是考证是不是这个音乐是他原创的啊 嗯 只是咱们姑且先这么认为吧 所以这个片子呢 我我还是觉得它对于功夫片打入欧美是有一定影响的 而且据说这个片子在美国是呃 第一部就是中国片在美国大大大范围上映的电影 当时上映的电影院一共有一千多家 嗯 这是非常庞大 对在72年非常厉害 而且他挤升了呃 全美七大卖作电影 然后排名第七位 所以他呃 这么听下来 他是非常厉害 然后大家如果对于功夫片感兴趣的话 当然要推荐这部片子看一看 这部片子能找到是吧 对网上就有 优酷就有 嗯 大家有兴趣肯定要必须得看一下这个片子 非常的刺激 然后接下来的功夫片的发展呢 那肯定就是李小龙啊 因为李小龙对于香港电影的贡献是杰出的 而且他个人对于中国人形象的一个输出吧 尤其是在文化上还有形象那样的输出 我觉得也更是无人能挤的一个地位了 呃 当然了 我觉得这么看下来的话呢 李小龙的电影并不像李小龙这个人这么重要 因为呃 李小龙呢 他对于这个呃 流行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嘛 嗯 比如说他不只是在电影界呢 给这个嗯 电影方面带来一些影响 尤其是外国选手啊 而且还有跨界的流行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 比如说音乐 嗯 这咱们之前也提到过 在佳河的时候提到过 还有这个啊 散打界啊 剑美界 这都是有非常有影响力的 所以在看他的电影时候 我们大可不必就只盯着他的电影来看 因为李小龙做呃 作为一个符号 他自身的魅力是非常高的 所以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他 而且他本身也是也学习这个哲学的嘛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他也是一个哲学家 非常了不起 而且他在武术方面的成就也非常的高 呃 当然了他在拍电影的这个表现上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肢体语言 因为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小龙的片子 可能也会觉得有一些不是吧 就是感觉还是不是那么刺激 但是呢 呃就是李小龙打李小龙打斗的时候 那个肢体语言是没有人能代表的 对吧 就脸哇就那种 那个是非常有鲜明的 这个肢体语言是别人无法能取集的 取代的 所以呢 当李小龙就是去世之后 因为李小龙真的是巨星涌落的太快了 所以呢很多人也算是给很多人带来一些机会 很多人都觉得我要接李小龙的班了 我是最能打的人 我要接李小龙的班了 因为在香港那些舞指啊 还有舞打演员是非常多的嘛 比如说那些打太拳的对吧 还有那个陈慧敏什么的这些人都非常能打 但是这些人全都失败了 都无法接李小龙的班 呃即使是陈龙在复制李小龙的一些电影的拍摄 方式上他也是失败的 呃反而是陈龙在和袁和平 那会儿的袁和平就是他也是从这个舞指转到导演的嘛 然后俩人就合作拍摄了呃一些片子 然后才让陈龙真正成为了就是功夫明星 而且这两部片子就是蛇心雕首和罪权 这两部片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非常的诙谐幽默 呃也是让陈龙真正变成了巨星的呃一个条件和一个基础 大家喜欢他就是因为喜欢在这方面 因为这样的拍摄方式无疑增大了呃陈龙的观影人群嘛 就这个范围增大了 对也奠定了他日后舞打片的一个基调 对曾经的功夫片可能都是男性的挚爱 小孩呀这个女同志们可能都不太爱看 嗯自从这个陈龙变得非常的搞笑的时候 那这个有很多女女同胞们也特别爱看这些片子 主要是陈龙他电影里面会大量的运用身边所能运用的一切 捉的凳子什么垒幕烂七八糟的 对 然后使用一些妙招和灵活的肢体动作 对 逗大家一乐 其实他算是打破了李小龙的那种形象 就是有一种呃河山家国家国河山的形象 对吧 有一种宣扬弘扬阳民族精神的那种正面形象 非常典型的呆板的形象 所以变得非常有趣 所以呢也是让很多人为了复制李小龙 或者接班李小龙呢呃杀出了另外一条路 也让成成龙变得非常的成功 呃当然了除了成龙呢 另外一部功夫巨星就是火了的功夫巨星呢 那就是李连杰了 那咱们这就要说到李连杰 李连杰这个人的形象呢 是相对于成龙来说吧 是比较靠近李小龙的 但是呢李连杰其实不是在那批选手里边最能打的一个人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李连杰其实 呃他虽然是会武术 但他都是表演表演派的 他不是实战派的 嗯就不是那种打拳击打散打的那种 他是表演派的所以呢 他特别上镜 就是在拍动作的时候他做的非常的漂亮 嗯那咱们先咱们先说回这个王金和李连杰 当年呢王金和李连杰的认识啊是因为向老板的引荐 当年呢向老板就把李连杰和王金拉到一块一起吃了个饭 然后谈的交谈呢还是蛮愉快的 然后王金说对于李连杰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拘谨这个人 而且呢当年的李连杰其实在拍完跟徐克拍完黄飞红 然后自己当老板拍的方世玉也都成功了 其实已经成名了 但是呢这个人还是非常的老成 他觉得就是一个年轻人故作深思故作老太的这么一个模样 所以觉得这个人挺与众不同的 所以当时吃完这顿饭呢 王金和李连杰他们就约定要拍一部电影 那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部黄飞红之铁鸡斗无功 其实这个片子呢 因为是黄飞红的这个系列了吧算是 当然大家都知道真正黄飞红好看的都是徐克拍的嘛 但是为什么王金还要拍呢 因为王金本身是非常看重市场的这么一个人 他也知道自己肯定拍不到徐克的那种程度嘛 但是他为什么要拍呢 是因为他就是黄飞红在他的心里 就跟其他导演对于武侠片的这种情怀一样 他们都是有一种情怀 因为王金的成长的那个年代呢 黄飞红对于他来说其实是一个精神上的偶像 而且他的父亲就是王天林曾经也拍过两部黄飞红 所以他就觉得如果我不拍一个黄飞红 那我这个电影的导演生涯就不太完整 所以他还是在这个诸遇在前吧 然后还是拍了黄飞红 然后在拍完这部黄飞红的时候呢 王金对于李连杰其实有两个发现 这两个发现其实对于咱们观众应该来 尤其是其中的这个幕后这方面 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首先这两个发现 第一点就是发现李连杰在拍戏的时候 工作特别认真 就是他的工作态度简直一流 第二点呢就是李连杰拍戏的时候 完成动作上是比很多人要优雅的 要漂亮的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了 李连杰他这个就是全能冠军 全国武术全能冠军 连续五年 对他一直表演的 所以这两点呢都是跟李连杰曾经在练舞的这些环境 其实分不开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连杰当年他是大陆出世的嘛 然后呢他就是国家体委的人 所以呢在中国搞体育 这真的是非常苦的一件事情 其实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李连杰当年有多么 受了多么大的苦 这我觉得真的讲得太不公平了 当年李连杰凭借这个少林寺一下火了 对吧 尤其是少林寺在内地呢 火的我才乌鸦乌鸦的 乌鸦乌鸦还行 然后拍了少林寺 拍了少林小子 拍了南北少林 这三部电影就是李连杰即使已经成名了 但是呢因为李连杰那个时候还是国家体委的人 所以呢他拍这些戏的工资只有一块钱 在90年代虽然说工资大家都不高 但是一块钱我觉得也太过了 对有点过分的惨 因为拍这些片子非常的辛苦 都是动作片嘛 然后就是各种打 打得天昏地暗的 然后全人都是伤 然后才领到一块钱工资 而且呢我都成名了 我还拿一块钱工资 这简直受不了 然后后面呢 李连杰就自导了一部电影 然后也是自己主演的 叫做中华英雄 在这个片子还被老外打得内脏 内脏一倍了 这都非常危险的事情 然后还跟着这个徐赫在美国拍了龙行天下 和罗维拍了龙在天涯 这两部片子其实成绩都不太好 飘方成绩都不太好 但是呢在拍龙在天涯的时候呢 让他结实了吕智 也就是他的太太 所以也不能说就是一无所获吧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 但是呢接下来的李连杰算是走上了正道 就是拍了庚徐克拍了黄飞红 然后一下成名了 然后后面还拍了方氏玉雅之类的这些片子 所以呢当李连杰认为自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时候呢 他就跟这个高层老板 就是电视公司 那会儿应该是加和 然后就跟人要求一些资金上的报酬和一些承诺 但是呢被这些高管直接拒绝了 就是在王静眼里看来吧 他觉得这些对于他的这些布公啊 就尤其是那些香港的电视公司的高层 对于他的这种态度 是因为李连杰是一个大路仔 北京人 对所以我要欺负你 因为你是大路来的 我看不起你啊 所以就可以百般玩弄他 所以李连杰就挺惨的 当然确实是挺苦的 然后就不服啊 然后和这个加和就非常生气 然后他就走了嘛 走了之后呢 李连杰这个人可能就是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嘛 然后就真正的遇上了他人生中的一个贵人 这个人就是非常有实力 非常有背景的蔡子明 蔡子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经纪人 他就是和这个李连杰关系走得非常近 然后变成了他的经纪人 然后帮李连杰出头 跟这个加和谈判啊各种 然后帮他拉一些片子 比如说这个新龙门客栈啊 当然最后这都没成功嘛 然后后面我觉得这里边最重要的是 蔡子明还拉拢史太龙和李连杰合作拍一些片子 然后就是为了给他好莱坞铺路嘛 但是呢非常可惜的是蔡子明就很快就去世了 因为他遭到了枪击 关于这段事情 尤其是蔡子明和李连杰这段事情 大家可以网上查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咱们越说越远了 这就不提了 简单提一下 所以李连杰怎么说呢 就是遇上了这个事业的高峰 然后立马就心理上就遇到了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嘛 不过他当然还是那个年代的巨星了 然后和王静儿拍了很多片子也都还不错吧 还是比较理想的 然后王静儿和李连杰也算是一对好友 尤其是对王静儿来说 他认为李连杰把他认为自己的好朋友 然后让 什么叫 尤其是对于王静儿来说 就是王静儿认为李连杰把他自己看待成一个朋友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他就是特别的感动啊 就是心里特别的暖 有一种暖流流过 这个其中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段事情特别有意思 而且在我原理看来 这都是王静儿有点自作多景了 是这样 王静儿还挺感性的 对 因为当年李连杰他发展的已经是事业的巅峰了嘛 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再找一个很好的突破 就感觉自己的事业达到了一个瓶颈 所以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比较苦恼的 所以他一直有心要闯到好莱坞 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已经就牺牲了嘛 所以他心里也就有不安分了 然后呢有一天这个李连杰就给王静儿打了个电话 邀请王静儿去他家做客 就王静儿心里就犯嘀咕了 就说他可是从来没叫我去过他们家的 不是说立志啊 是这个李连杰从来没有约王静儿去他家谈一些事情 所以他觉得这肯定是有事 所以他又去了 而且在那个时间段呢 王静儿就是拉拢着永胜娱乐 还有亚美 就是这两个和美亚 这两个公司一块想做一个片子 让李连杰来出演 是一部现代的僵尸片 就是那个年代香港的僵尸片很有风格嘛 就是那种类型的片子 然后也都谈好了 一满就要启动开拍了 所以呢 王静儿其实心里特别不安嘛 然后到了李连杰的家里边 李连杰就跟王静儿说 我已经答应了要 就是拍这部致命武器四 致命武器四是好莱坞电影 然后是由这个梅尔吉普森主演的 所以说这对于李连杰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不止 就我相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放不下的机会嘛 所以呢 这个李连杰就势必我要走啊 但是呢 这个他要走 然后推了王静这边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李连杰和王静儿他们根本就没有签合约 所以我要大胆的走 大胆的走 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合情合理的 所以王静儿呢就也是 这叫什么呢 顺水推舟吧 送一个人情嘛 然后就 那就去吧 还鼓励他一番 对啊 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王静儿觉得 李连杰把我看成是一个好朋友 为什么呢 他这么 他这么感觉的啊 这也是在王静儿的自传上这么写到的 王静儿说 李连杰为什么要找我呢 谈这些事情 而不是找那两个公司的老板来谈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朋友 所以他觉得心里立马涌出了一股暖流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根本挨不着嘛 这就完全有点自有多情了 因为我跟你谈 你是这个事情的就是拉拢人嘛 中间人嘛 所以我跟你谈这很合情合理 王静儿有很有社交的能力 对啊 而且我跟你谈一次那两个老板 就我就不用再谈了 要不然我得跑两次 对吧 多麻烦 但王静儿这么想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对对对 就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他觉得 哇塞 李连杰太好了 我要支持他 然后他一直觉得 他和李连杰是好朋友 不过李连杰最后到了美国发展 确实也不是很理想吧 但是不影响他的地位 这也是至今他在咱们内地 大华语圈 对 大华语圈 他这个票房不是据说 传闻中也是排名第一的吗 不是票房 是薪资 对对对 不是票房 偏酬我说错了 不是票房 就是还超过成龙呢 对 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傻 我一直觉得成龙应该是第一 怎么说是李连杰 没有想到李连杰是第一 然后自己还搞了个义基金 其实李连杰就是当年演黄飞红啊 那个时候呢 这个面目还不是非常的可憎 不是现在也不是可憎 就那个时候脸还比较光洁 然后一个小脸非常的英俊 对特别的俊朗 因为他那个眉毛啊 都是非常的那种冷俊的那种感觉 特别有形 所以觉得这个人还是有一点那种宗师的影响 有气宇宣昂的感觉 对他有宗师的气质嘛 但是现在就有点 可能加上脸垮下来了 坑多了 然后整个人的气质 不知道为什么都觉得改变了 变得有点猥琐 然后他又 你看他这个干儿子是吧 文章是吧 对又不带争气什么的 不过李连杰确实 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功夫巨星 然后也是陪陪咱们 那个年代一起在成长 一直在看他的电影 猥琐也是开玩笑 对开玩笑 我们还是非常喜欢李连杰的 对 而且他又是一个大陆仔 更加要支持了 对吧 还是我老乡 对 那咱们就接着说94年的一些事情吧 因为93年 刚才咱们也说到了 王金一个人就 就是经他手的电影就十部 这非常的庞大 工作量特别庞大 他拍的都想拖了 所以在94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放慢速度了 然后他当导演 只拍了三部电影 就是九品芝麻官和新英雄本色 还有赌神二 这其中当然不只是王金自己 还有咱们这些隐秘 肯定最喜欢的也是九品芝麻官吧 对 那个他和周星驰特别 特别搞笑 比方用到了很多那个 骂脏华飞那些东西 咱们在上期节目也提到了 都是王金早年 已经有用过的手段 对 而且这部电影 是在电影频道上 不停的在放 对 几乎在小时候每一年 都不止放那么一次两次 狂放 对 所以我之前节目也说 我看过 跟他二三十遍 全都能背下来 所以说呢 为什么 就是大家对于王金这么熟悉啊 就是因为这个电视台 对于王金的片子 真是摆放不厌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人知道 就我在看精神之官 是王金倒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 作为咱们这个八五后 在看电影的时候 应该不会注意到影人吧 对 所以大家就承认吧 不管你多么讨厌王金 你确实很喜欢 他曾经拍的一些电影 对 真是实 那咱们就接着说 这个九四年 九四年的王金 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因为也是 这段时间的 一个市场的反应 对于王金 就直接 有一种条件反射般 带来了一些变化 在这段时间里呢 王金发现一个规律 这个古装的功夫片不行了 这个古装的功夫片 其实那个风潮 就是因为东方不败而带起来的 这个 因为东方不败的成功吧 这个九十年代香港出现了 大量的古装武侠片 还有功夫片 特别特别多 所以很多观众就已经开始疲劳了 大家就不想看了 看得就腻了 光是王金在九三年 他就拍了三部 对吧 然后在年底 他还拍了其他的片子 反正就是那一年 反正就是那一年 光李连杰拍的这些功夫片 就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咱们举个例子吧 这里有一个数字来说一下的 非常的现明 非常直观 九三年上映的李连杰 咱们说三部电影 第一个是《狮王争霸》 还有一个是《方施玉》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铁鸡斗蜈公》 这三部电影 这三部电影的票房是 逐渐下滑 对 逐渐的下滑 从三千万到两千四百万 再到一千八百万 这幅度下降的非常快 而且是同一年 这非常的可怕 大家都应该开始冷静了 而且到年底呢 王杰派的那个《倚天屠龙记》 就直接惨败给一个新公司 这个就是新成立的一个电影公司 这个电影公司 其实也是非常有来头 但是在当年是一个新公司 这个电影公司叫做UFO 这个很多人应该也听说过 他是陈可欣啊 曾志伟 李立驰啊 什么这些人搞的一个电影 他们搞这个电影公司 他们搞这个电影公司呢 就他们的目标和他们的这个理念啊 就是创新 不复制当年的这个武侠片的热潮 所以呢 倚天屠龙记败给了 魔教教主 对 败给了UFO的这部电影 叫做《心难凶难地》 所以可想而知了 这个市场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王金就是非常的机灵 他觉得我应该求变了 而且我确实也应该停下来歇一歇了 所以94年咱们就很快的就过去了 但是95年和96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代 对 因为咱们原来看过的 就是非常喜欢看的片子 而且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片子 就出现于这个时代 而且他与王金有莫大的关系 那咱们就直接开始说这个95年吧 95年和96年咱们合到一块 再加上94年也就一块说了 这个94年和95年间呢 王金虽然是拍的片子少了 但他确实还和永胜 进行了很多的密切的合作 然后拍了很多片子 比如说这个赤子威龙啊 挑战者烈火青春 这个烈火青春 大家应该要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新浪潮的一个 那批电影里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 然后还有其他的 比如这个百变新军 这和他周星驰拍的那个嘛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电影 小时候多次看 也是百看不厌 对刚才说到这些都不是他导演的 对对对对 就是他进行了参与啊 或者策划 反正他就是幕后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身份 也是非常的多变嘛 对 然后他们在拍百变新军的时候呢 这个片子 有些戏是在夏威夷取景的 所以呢 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呢 王金手里还有另外一个片子 是在国内拍摄的 为什么这要说这样呢 是因为这个百变新军 让王金和永胜发生了一些 破裂的关系 而且这对于王金也是一个转折点 在拍这个拍完百变新军的 就是国外取景的那些戏 他回到了香港 然后就接到了一些消息 这些消息让王金非常的生气 当时他 他听到的消息是这么说的 说某一个导演吧 因为在他的自传里并没有提到 这个导演是谁 我也无从考证 说这个导演呢 通过自己的一些 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手腕 还是各方面的东西 就背地里黑他之类的这些方法 跟这个老板说 这个片子由我来拍更合适 然后呢 老板就认同了这个导演来拍摄这个片子 而不用王金 其实这也不算是导演吧 你说的是百变新军的导演吗 不是不是 是他在拍百变新军同时的另外一部片子 那个片子是国内拍的一个片子 因为王金压根就没提这个片子是什么 吓死我了 因为百变新军的导演是叶伟民 对对对 所以不是这样 是另外一部片子 这个片子我们不知名 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让王金非常的生气 因为他回来就收到了这个消息 并没有经过 就是老板啊 高层这些人跟他进行商量 就把这个片子直接就交给别人了 而且最生气的应该是从第三个人的嘴里 说出来的 对 所以王金非常生气 但是呢 王金和这个向老板关系一直非常好嘛 两人都聊到了宇宙了 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他用了一种非常温柔的温和的方式 提出了分手 所以他就是退出了永胜娱乐 所以他要自己打拼自己的天下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 可以说是我对于90年代 这个香港电视公司最熟悉的其中之一 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嘉禾 就是那个东东东东 就那个片头我非常熟悉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王金是这个 最佳拍档 就是这个 小时候我在看有这个片头的 当然也包括刚才嘉禾那个片头的 尤其是最佳拍档 就鼓掌是吗 不是我就会激动的不行 莫名激动 因为我知道这个片场的 就当年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是片场 但我就知道反正只有这个片头的 这个公司做的东西 我就特喜欢他的电影 因为他都是讨好观众的这些片子 非常适合大众来看 而且最佳拍档那个声音 他就有一点点语调 听起来特别的亢奋让人 对对 他还如果对这个怀念的话 他可以看看曾经的这些片子 我觉得今儿应该放一下 算了下回吧 之后吧 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放吧 因为这个内容有点多 咱们赶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聊一聊这些事情 这个最佳拍档呢 听这个名字大家也就知道了 最佳拍档那必然不是王静一个人搞的了 因为王静就是和文俊 文俊呢是在香港非常有名的一个制作人了吧 对 长得特别可爱 对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白毛小老头特别可爱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 也就是王静发现的刘伟强 他们三个人办的这个公司 因为王静在办最佳拍档的时候呢 他不是跳脱出永胜了吗 当年 就是市面上非常火的大明星 基本上都被永胜牵走了 都是成永胜的人了 所以王静现在对于演员的挑选上 肯定是有一些乏力的 就是不是那么轻松了 随便了 我想用谁就用谁嘛 所以呢 他在演员的选择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但是呢 因为王静自己打拼了这么多年 还有他父亲本身也是跟王静一样嘛 特别会拍这些商业片啊 就是对于商业啊 对于资本的运作都非常的 有经验 所以他们就认为 如果一个成功的电影公司 我应该捧出这些明星 而不是我就立马用这些现场呢 我应该 就是捧火一批明星 这样我才能代表我非常有事业 非常成功 所以呢 他们就在拍电影的时候 就大胆启用了一些新的选手 那当然了 为了捧红这些 那个时候还不成名的明星呢 那我幕后肯定要有非常 了不起的幕后英雄吧 所以呢 他们就想联合其他的一些人 也把他们拉进来 这其中就提到了几个人 这其中有软硬天师 软硬天师有两个人啊 一个是葛明辉 还有一个就是林海峰 然后除了软硬天师 还有一个人是古德昭 古德昭 咱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边 也多次提到过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不止在拍摄的风格上 还有这个轨迹上吧 都跟王静非常相似 比如编剧啊 导演什么的 然后他们都是拍这种 比较屎尿屁的东西 从外形上也是比较相似 都是胖子嘛 微胖吧 对是一个小胖子 然后呢 这三个人 然后就和王静 他们就就是聊一聊 就说你们那么一块也加进来 咱们一块做这个公司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这三个人都没有进来 反正因为各种原因吧 然后就离开了 当然这其中我还是想提一两句 软硬天师这两个人 因为古德昭 其实咱们简单说过一下 软硬天师呢 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葛明辉 葛明辉 葛明辉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叫做小小赌胜 那里边有葛明辉演的 然后他和这个周星驰 那个形象比较类似 会特异功能嘛 然后他就是外表特别傻 特别好玩 对特别幽默 长得也幽默 演得也幽默 演得挺好的 对 反正是比较闹腾的 这么一个人吧 然后他和林海峰呢 两个人 当年也是做这种电台 跟他们一样 但是人家电台 是属于那种 特别胡逼的那种 然后有很多 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然后他们确实也是 比较有这种才华的人 尤其是那种 像怎么说呢 有点类似于 彭好翔的那种吧 就是编段子呀什么的 非常幽默 非常好玩的这类人 而且他们后面 还搞了一个组合 就是唱了一些歌 然后很多人 反正就把他们叫做 软硬天师嘛 然后他们也 以软硬天师 发表了一些专辑 其中呢 大家在看有一部电影 就咱们刚才也提到过 就是城市猎人 城龙那版 里边就有葛明辉和林海峰 他俩就唱了一部电影 而唱了一首歌 咱们可以给大家 放来听一下 也简单休息一下 聊天宝宝 怎麼搞的?你唱這首歌 做肚子的歌 我是他去遊走 走 走哈頭 走 走大頭 走 走大頭 去路地 走 走柴龍 勇興 勇興 我勇興 聽完這首歌 大家也能發現這個是 特別有香港 香港風格的一種 饒舌歌曲 特别的这种 势头势井那种 谜语的感觉吧 但是如果大家如果能听懂 这个粤语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咱们接着往下说 刚才咱们说到了 他为了培养幕后的这些 为了培养这些明星 他们找这些幕后英雄 但是没有成功嘛 但是呢王金还是对于自己的能力 还有文俊啊还有刘伟强的能力 都是非常认可的非常有自信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三个足矣 我们肯定会把这个公司搞得 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之前咱们也提到了 主要集中在15岁到35岁的青年人 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人呢 大家都在看漫画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们就提案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古货仔 人在江湖 这个古货仔就是大名鼎鼎 但是在拍这个古货仔的时候呢 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 遇到的那些问题 就在选角上又遇到了一些问题 选角上呢 他们当时就是考虑了很多人选 从刘德华 金城武 任大华 刘德华不太合适吧 刘德华之后 咱们有说的 他也演过一些江湖的片子 也演过王金 是 但是跟古货仔其实不太符合 对 然后还有任大华 是吧 还有这个张志玲 还会想到张志玲 张志玲也感觉不太符合 对 反正就一路想下来 最后还是决定 就是跟之前的我们的这个目标一样 我要用新人 所以他们找来了两个人物 最关键两个人物 就是 郑一剑来演南哥 好南哥 然后 找来了车小春 那会儿车小春 特别 特别的窘迫 大家都知道 咱们之前提过一部电影叫 金枝玉叶 就是张国荣那个 那个里边不是有陈小春吗 陈小春演的完全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 也扮演的是一个傻仔 真的是一个傻仔 对 而且那个片子是UFO出品的嘛 所以这个 呃 陈小春呢 在那个时候呢 就没什么 等一下 我插一句 他在96年 就是人在江湖之前 还演过流氓医生 这个是咱们在 三亚海南战烟哥那期提到的那些电影 对 也是 呃 他跟梁朝伟 啊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但是他也不是主演 对 主演是梁朝伟 这都是小配角 他在那个年代呢 就是没拍《古卧仔》之前 他就是 在UFO 呃不 UFO里 演傻仔的 或者 或者有时候在三级片里边出现一下 就是这种小人物 因为陈小春毕竟也不算相貌堂堂嘛 而且比较视景 对对 他挺痞的身上 所以 他就特别适合扮演 简直是浑然天成山鸡仔 对 而且大家看这个漫画的时候 很多人对山鸡 尤其是陈小春扮演的山鸡 你感到非常深刻 因为大家也会觉得 有些相像 就是神色 对吧 所以这个片子 一下把这两人火得 哇塞 直气世界 怎么说呢 你没有提到我们 阿宇啊 亮坤 不是亮坤就 他只是一级 他不算这个 这个主演嘛 咱们只是先说这个正题 除了这两个人 还有一个人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黎姿 对吧 黎姿扮演的小结巴 那个粤语 好像叫莉莉戏 还什么 对吧 他也是一下就成名了 那说到这儿嘛 咱们这个陈小春和郑一剑 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 咱们简单的 从侧面来 简单说一下黎姿 说起黎姿呢 大家印象 也是比较深刻的 刚才咱们提到的一部电视 叫做 《倚天同胸记》 是魔教教主 他在里边演的是周芷若 对 这依然是咱们之前网络上 疯传的一些女神的照片 一些剧照 其中有一张是 黎姿在魔教教主里面 扮演周芷若 面上有白纱 对 青纱负面 弱眼弱线 精致的脸庞 那也是特别经典的一个造型 对 那咱们就还说回黎姿啊 黎姿呢 其实她的 就是她的这个出生 或者她这个家庭 是特别有来头的 但是到她爸这代 可能家里就有一些没落了 因为黎姿的家庭呢 就完全是一个电影世家 你知道她的祖父是谁吗 她的祖父是有电影之父之称的黎明伟 这是咱们中国最早那一批做电影的人 而且呢 就是黎明伟先生啊 就当年呢 是取先救国 通过电影 取先救国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而且她的这个祖母呢 是香港第一代的电影明星 林楚楚 反正她就是电影世家 但是呢 黎姿的出道 却不是因为她有这个良好的基因啊 而出道的 而是因为她家里条件的结局 就是生活不太如意 然后她为了供她弟弟上学 她十五六岁就出道了 十四五岁就出道了 所以是在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背景下出道的 而不是大家可能觉得 哇你是电影世家 你就应该接这个班 对吧 所以这个还是挺吃惊的一个事情 然后黎姿第一次露脸 应该是在乌龙大家庭这部戏里边 然后后面呢 她还混迹在一个少女组合中 当年她只是一个小姑娘 十四五岁 对于这个我的电影 或者娱乐圈的一个生涯 完全没有任何的方向感 毫无概念 就是瞎混 所以呢 而且是在十七岁的时候 还和黄玉郎 搞了这个老少配 我真是觉得 哎呀 对于这个离子真是蛮稀 那你觉得现在老公呢 马亭强 有点瘸 是瘸 但是人家活得 很幸福啊 很开心啊 但是当年她十七岁就 就跟这个黄玉郎好了 而且黄玉郎当年 是跟她好的一个状态 是什么呀 是跟她媳妇 就是搞这个 小三 对离婚 然后黄玉郎是又因为这个 家庭财产各方面 又跟原来的老婆又复合 然后又把离子踹了 你觉得这多难受啊 而且离子当年十七岁 哇塞 简直让我觉得 是特别的受不了 咱们就这个 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查查这八卦啊 大家可以找找黄玉郎 这也算是有名人士 出版界的 然后后面呢 离子反正就是 努力吧 他非常努力 但是命中没有贵人帮助嘛 所以而且再加上 他年纪又小 没有任何方向 只能是乱师投灵 就这也干 那也干的 比如说唱歌 其实唱歌也还不错 但也活不了 因为他唱歌 当时走的路线 不是当年非常流行的那种 青年偶像的路线 来包装的 然后拍电影呢 比如说这个 《玉中龙》这部电影 他又开始大玩 师生性感 就很奇怪嘛 不太适合他 所以他怎么也活不了 然后多年后吧 他不温不火的 然后碰到了王金 然后王金他们就拍了 刚才咱们说到的 《倚天吐龙几之》 《魔教教主》这个片子里 在这个片子里边 虽然他扮演的周芷若 但是这个片子被改的是乱七八糟 其实我个人要不是因为小时候看得早 对这个片子真的是实在是看不进去 而且听说扮演张无忌的李连杰 也是有一些不选这个角色的是吗 对因为如果大家对于张无忌比较熟悉的话 对于这个电影版的张无忌 虽然说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咱们小时候看的原因 其实呢他对于张无忌的这个人物的性格的改变 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因为张无忌是一个特别单纯 是吧 有点笨笨的就是这么一个人 对他是属于那种特别拿不定主意 犹犹豫豫的那种 有点寡断的 但是在《倚天屠龙记》里面 特别有心机 对心机鬼 然后特别虚伪 说不想当教主 其实想当皇帝 然后就还有点义争义邪 而特别猥琐 跟人家少龄火攻投驼 那个学完功夫之后 还给人家固定在地上 人家动弹不得 所以这个片子最后不是很成功 刚才你们说到了吗 被UFO的星男星男女直接打败 但是其实挺有意思的 因为黎兹在《倚天屠龙记》里面 他演的是周芷若 但是在电视剧版里面 他演的是赵敏 对对对 那是之后的事了 他首先演的是周芷若 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就是他 刚才咱们说到改编特别大 所以周芷若的戏份特别特别少 黎兹也是扮演的这么一个反面形象 但是大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可以发现黎兹那小眼神 还是对的 是吧 挺不错的 然后就是黎兹其实也发现了 就是觉得他还是有实力 然后挺出彩 对也有上进心 而且很努力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主要是够漂亮 对对 那个时期女明星首先要够漂亮 对有辨识度 然后再是其他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部电影其实特别离奇 因为这个片子 大家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很明显能看出来 这个片子绝对有下部的 但是只握没有拍 但是呢在网上就在就流传各种贴吧 我觉得这是毫无根据的 就说很多人说我看过这个片子的下部 但是有很多人说我没有看到过 然后反正就流传很多版本的结局 然后咱们的听友有一次也 at咱们问过 但是我无法给大家解答 我只能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 我觉得那网上流传的那些版本 我认为他们都是编造的 无中生有的 而且他们的来源基本上都是贴吧什么的 所以我不太好说 而且在王金的口中也没有表达一些 这个片子我还在拍了之后的 这些事情都没有 只是拍完 然后说我要停下来冷静一下 就完了 所以这个事情应该是虚构的 就是倚天同龙记的一个续集 之前反正就网上有一些流传嘛 那咱们就不提那些事情 咱们还说回离子 然后在拍完倚天同龙记的第二年 王金兼制了一部电视叫做新边缘人 然后就又把离子找来了 然后他是和学友哥合作的一把 然后演学友哥的女友 但是也是没有闯出来 没有成名吧 还是跟原来一样没有给大家 就让人没有什么印象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一直到蛊惑仔 一次才真正的 也不能说特别大红大紫吧 但是让人家一下就知道 哎你是小结巴 就这种 但非常可惜的是小结巴命短呀 后来就死了 对但也活了几集呢 而且他性格非常鲜明啊 对吧 小太妹 然后这个穿着上啊 爆裂的性格上啊 不要脏口 而且还有跟男哥的感情 也都是非常感人的 对男哥那么爱小结巴 这个 而且离子死 这我又出现了吗 一个女老师 我觉得男哥真的是这个 黑社会界的这个异能人士 居然 你是吧 长得又帅 因为当时很多人质疑 郑一剑来演这个角色 就觉得郑一剑 无法演黑道大哥 因为他的正面形象 就是特别正面 特别好 对吧 长得又帅 其实我到现在 从小到现在 一直都认为 郑一剑并没有 长少春出彩 就是我老觉得 他不是那么那么适合 但是当然有很多很多人 非常喜欢男哥啊 那就个人的感受 对我也很想 反正二人我都是很喜欢的 那么说到这儿呢 就是之后呢 就因为小结巴之后吧 迪子还是在演戏上 尤其在电影方面 还是没有一些 非常好的成就 因为就是很快 这个小结巴就过去了 大家就忘了他了嘛 所以呢 一直到了97年 97年这个香港电影 不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吗 所以呢 迪子就想 混到电视界 因为电视相对于 相比于电影 其实还是稍微的稳定一点 所以迪子就各种 找各种人为他铺路 然后要进TVB 其中呢 就有王金帮他铺路嘛 然后大家就帮他铺路 然后他终于也是进了TVB 然后当然在TVB真正迎来了 自己事业上的巅峰 也就是金之玉念那个剧 对而且那还是很靠近现在的 对还有什么珠光宝器 对珠光宝器也很难 大家不都说 说到宫斗剧的话 最牛的不就是金之玉念吗 《甄嬛状》比不了吗 什么之类的 那倒不是 《甄嬛状》之前说最牛的是金之玉念 因为也有很多很多工作剧 我觉得《甄嬛状》还是不同 不太一样的 《甄嬛状》也非常的厉害 对 后面他就嫁入这个 豪门 豪门 然后就不再从事演艺生涯了 而且他弟弟当年学医嘛 然后也是做出一番事业 黎姿一直在鼓励他 帮他开诊所什么的 但也是挺遗憾的 这个他弟弟当年事业正到了 也是一个上升的阶段 或者是一个成熟的阶段 发生了一场车祸意外 然后他弟弟 脑部受到重创 对挺可怜的 但是黎姿呢 那会儿已经非常成熟了嘛 对于他弟弟啊 就对他家人的一些关 对那会儿他正在拍珠光宝器呢 对然后还有对于媒体的一些 这个回答呀什么的 都是非常的得体 非常的到位 然后他形象也特别好 然后之后嫁入豪门 然后一直过着非常安稳的日子 当一个全职太太和 这个孩子的母亲 孩子的母亲 然后生活非常的开心 然后再也退出娱乐圈了 对虽然是残丈夫好吧 但是有很多人说觉得可惜 但是好像他们两个这个丈夫 对太太非常的好 但是其中的具体的都不太清楚 那么就是提到这个 黎姿和古惑仔的这个事情呢 咱们这儿其实可以说一个小插曲 为什么要说这儿呢 是因为这个插曲的主人公是舒淇 这个舒淇也算是和王静 就是有过传闻的这么一段 然后在王静的这些 王静女郎里边 也是舒淇是非常有最知名的一位了 对吧 你说除了邱淑珍吧 不是咱们就是说 从所有的整体来看 不是通过王静的影迷啊 什么之类的来看 因为舒淇是比秋生中名气要大的嘛 在当年吗你说 对啊 当年不是啊 不是 它不是一个时代啊 我的意思是 就是现在来看的话 舒淇非常出名嘛 对 当年这个舒淇 大家也都知道 他刚开始走的路线是什么样的 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舒淇也因为很多人跑出这个事情 还就是怒关微博什么的 但是我们在这儿说舒淇 不是以一种偏见来看待的 而是只是简单的陈述一下 这个事情让大家去了解 那舒淇其实与王静的结识呢 也是在蛊惑在这个时期 是在95年左右的时间 王静那个时候正在创立最佳拍档 然后在筹拍《蛊惑仔》嘛 但是在同一时间段呢 他也在拍佳和的电影 就是《玉谱团二之玉女心惊》 这个是一部三级片 而且在这个片子里边是李立正主演的 然后另外一个角色 他们就是决定启用新人 而且这个角色就是一个阴阳同体的妖女 所以他们就找啊找啊 就想发掘一个新人 其实说白了 他们当时想发掘一个艳星 然后王静就是在一本杂志上 看到了舒淇一张照片 然后那张照片呢 可以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 大家应该也能联想到 那个时代的舒淇 就是穿了一件小衣服 那小衣服挺小的 然后露出了 挺小的 露出了下 就是胸部的下半部分 那不就是后来的美空里面 所有的模特都那样吗 对 现在看起来非常时髦 但是王静就说 他看了这部片 不 看完这个照片的时候 印象非常深刻 当然了 他自己当然不会说 是一个胸部深刻 他觉得 他就说 不是 我觉得真的不光是胸部 因为有多少人去露胸部啊 但是舒淇真的是性感 对啊 他说 他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 这张照片里边 舒淇那种冷峻的眼神 一下让他就 击碎他的心了 我击碎 然后他觉得他特别适合 这个小妖女的形象 所以呢 他就 就是派他的人马 就是文俊 去赶紧打听这个人 然后他们发现 他是在台中的一个小模特 是在台湾的一个导演 叫做蔡阳明的手里 所以他们就 从他的手里 就是跟他签了六部片 和舒淇拍六部片啊 然后 然后他拍 他们拍的第一部片 就是《玉女心经》 然后那个时候的舒淇 其实也叫舒淇 但是名字不是现在这个舒淇 那时候的舒淇是 舒淇的舒淇 是那个永淇的淇 就是吴阿葛那个永淇的淇 然后 也若爸那个淇 对 然后 他们第一 就是王静第一次见到舒淇 真人就是在这个《玉女心经》 这个片场 看到了舒淇 然后他发现 舒淇这个人不一样 但凡这种 最后后面成名的人 都是不太一样的人 舒淇确实不一样 他发现舒淇 跟其他的女明星 对他的态度不一样 其他的女明星 对于王静的态度 包包的 对 肯定得拍马屁啊 往身上贴啊 因为王静 好歹在那个年代 是一个一线的大导演 对吧 但是舒淇 就非常的冷静 非常的安静 就说什么 回答什么 非常得体 然后呢 在拍戏的时候 也非常的大胆 非常的敬业 就是他认为 我就是我裸体啊 或者说我暴露 我自己的肉体 这只是我的工作 我把我的身体 就是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这是和我就是卖弄性感 卖弄风骚 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 所以呢 这让很多人就是非常敬重 敬重他 所以王静也觉得舒淇 很了不起 很棒 而且呢 拍完这个戏的时候 王静突然发现 我本来是想找一个艳星的 结果呢 我找了一个演技派 所以呢 王静其实就是 也不太想让这个舒淇 再去拍一些 就是把他从这个艳星的角度 去包装他 还是想让他将来能有一番作为 所以当这个尔东升 找舒淇来拍色情男女的时候 王静突然就鼓励他 去拍这部戏 而且在这个片子最终呢 舒淇还获得了一个 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 这挺棒的 也证明了 舒淇确实是有实力 有演技的 而且从后面的发展 这更是 就已经不是问题了 对吧 大家对他也没有任何的质疑了 不过那个 我有一部片子 印象特别深刻 也是舒淇早期的片子 叫做《红灯区》 那部片子当时 因为有邱书珍看呢 然后当然还有其他的演员 比如说 涛大雨 任达华 舒淇在这部片子里 是被任达华强奸 然后抹了满脸的芥末 对 这个片子 挺惨的 这个片子你不提 我还真是忘了 这个片子是王静他们搞的 这个片子也是当年 就是乘着古惑仔那个风做的 因为也是古惑仔的 那个漫画家画的一个 另外一个漫画 所以也正好那个古惑仔 特别火嘛 漫画电影也很多嘛 所以他就拍了这部片子 但是他在这个片子里边 就王静还是没有 非常刻意的 要把它包装成一个演星 反正最后 舒淇还是 早年一件一件脱下来的 后面一件一件就穿回来 对吧 而且在国际上 也拿到了一些好的成绩 而且在整个华语 在女演员里边 她都是非常有地位的 然后也是深受大家喜欢的 一个女演员 而且当年 在拍卧虎藏龙的时候 李安其实是想找他来演 那个玉交龙的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他其实也挺适合玉交龙的 他也是能演出那种倔劲的 而且也是小巧玲珑的那种体型 但是他没有接这个戏 但是感觉张子怡的长相 更小加碧玉一些 舒淇也好 可能就是已经给定下来了 看过他那版之后 总之 当然这个戏 舒淇即使没接到后面 之后舒淇也一次一次 在证明自己嘛 对吧 比如现在他新拍的这个片子 《念影娘》 是吧 也马上上了 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片子 对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部片子 是《千禧慢播》 这片子的知名度也不是很高 是侯孝贤导演 对 因为他是一个文艺片嘛 但是有很多人对于这个片子 应该都非常喜欢的 我是特别 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舒淇在这个片子 就是《千禧慢播》那片子里 那个大波浪发型 对 在一个走廊里面 慢镜 特别特别美 那咱们就把古惑在这儿 说一说 对对 忘了说一点了 其实这个舒淇当年确实 遇到的事情非常的多 但是他的这个心态是非常正的 而且黄金他们对于舒淇的这个包装吧 我觉得路子也是对的 当年这个舒淇拍完色情男女 不是拿到奖之后的也有名了 然后有一些台湾的黑道人士呀 老板呀 公子哥 就开始找这个银媒 就是想跟舒淇发展一下之类的 或者陪老板睡觉什么的 都被王金他们都挡了 所以也还好吧 舒淇能有今天 当然有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天赋 当然我觉得也缺乏不了很多贵人在命中帮他 那说到这儿的话 这些古惑仔中间的这些演员吧 咱们就提了一下 但我觉得古惑仔的成功呢 让刘伟强也是真正的走向了一线 那所以咱们现在可以接着说一说刘伟强了 因为既然已经到了古惑仔了 其实古惑仔这个系列啊 整个的咱们以后有机会专门做一起 这儿就不再专题古惑仔这个片子了 咱们就提一下刘伟强 其实刘伟强和王金也是老相识了 他们早在这个曾经就合作过 咱们在上一期节目应该也说过 当年呢 王金和刘伟强在拍摄《猎魔者》的时候就已经相识了 因为刘伟强在《猎魔者》的这个电影里边扮演的角色是摄影助手 而且刘伟强当年也是在少市就是当这个摄影小工嘛 所以也是从基层做起吧 所以他的技术肯定是过硬的 然后当时王金对于刘伟强就一直特别认可 觉得他将来肯定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导演 所以然后一直在捧他 一直在捧他 一直到默默无闻 然后一直拍的古惑在后面 就是大获成功 所以在早年间很多人都看不起刘伟强的时候 在《古惑仔》之后呢 很多人又回来就开始挖刘伟强 这让王金非常的不爽 他觉得你看你们这些人是吧 嘴脸是吧 对 但是呢 王金还是非常鼓励刘伟强的拍一些大片 然后让他能拿到一些好的成绩 所以他们还是鼓励刘伟强拍了之后的一些非常成功的片子 也是咱们现在谈起来非常喜爱的片子 就是风云啊 中华英雄啊 什么的 这都是漫画那个点儿改编的吗 我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那个中华英雄里边的正一届 那个华英雄 那把箭头也帅 还有吴振宇的 还有黄秋生演的箭神什么的 那也挺棒的 然后一直到刘伟强在2002年终于拍出了他最巅峰的 也是轰动了华语电影的电影 就是《无剑道》 哇塞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片子 关于《无剑道》的话 咱们肯定也会将来单做一期 那咱们说回这儿来 就是王金 2002年吧 对啊 2002年 然后王金就是知道刘伟强拍这个《无剑道》 就取得这个惩戒啊 王金就觉得哇塞 太了不起了 真的让他特别特别的高兴 因为他本身的目的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公司就应该捧出自己的出色的人才 让这个电影的香火 就香港电影的香火一直传承下去 这么说王金真的很伟大 当然这是他自己说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客观的来给大家表述这些东西 当然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是不是王金自己来给点贴金之类的 我们就不评判这些事情了 对 然后那咱们就接着说《古惑仔》之后 这个《古惑仔》这个片子的成功 也是让最佳拍档的金字招牌一下就打响了 所以呢很多电视公司就来找文俊啊 找刘伟强刚才怎么就提到了 就来找天空拍戏 反而呢就王金觉得自己被架空了 没人找他了 因为他一直在幕后嘛 一直在做一些幕后的东西 当时他们一直在和佳合合作嘛 但是王金尤其是感觉他被佳合架空了 都不来找他了 所以呢他在这个闲暇的状态中呢 又因为他和美亚的老板 就是李国庆这个人 一直都是多年的好友 然后在那段闲暇的时期呢 李老板吧 咱们就叫李老板吧 李老板是得到了一些资金的支持 但是呢非常无奈他没有特别好的策划和项目 或者说这些案子来拍一些电影 所以呢王金就帮助他 为他策划了很多片子 找来了很多知名的导演 比如林领东啊 马伟豪啊 李立伯啊什么的 他们拍摄了高度戒备 算死草 还有爱你爱到杀死你 这些片子 所以这些片子其实 因为是算是打仗嘛 和佳合打仗嘛 争票房嘛 所以让佳合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王金又离开了佳合 所以这个时候王金又 再次又离开了佳合 所以王金在创办了这个 最佳拍档的时候 就一直就跳出跳出跳出 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他和佳合 就是这个老前辈 就是蔡永昌啊 他们都是好友的关系 因为他特别的敬重这个人嘛 王金还有一个技能 就是离开少士也是 离开佳合也是 都是离婚不掰 对 都是分手还是好朋友 都是给自己留了后路了 所以说这个人是脑袋太机灵了 所以他的这个 也体现在了古惑仔里嘛 是吧 左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那咱们说到他和佳合的这个事情啊 其实咱们之前在说佳合的时候 应该也提到了一些现状 就是有很多人在离开佳合的时候 都发生了一些不悦 其中王金和佳合的这个离开的时候 也产生了一些不悦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佳合的账目特别乱 王金在离开佳合的时候 居然欠佳合近千万元 这个要让王金有点傻 这是一个大的数目 很大很大的一个数目 而且王金觉得他和 就是和佳合合作 然后拍了很多片子的 应该都赚到钱了 为什么最后还欠了这么多钱 但是呢 好在是蔡永昌 刚才怎么说的了 没有掰面啊 这就占出来了 把王金在佳合拍那些片子 就是占有版权的那些片子 全都买买过来了 就把他的骨头都买过来了 基本上把他的这个 就是账目 账目消去了一半 才一半 对 那很多了 但是呢 确实像你说的才一半嘛 所以王金还是非常的不满 所以呢 这就要提到一件 这个香港多年的一个 背地里的一个幕后的故事吧 应该有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当年呢 这个政府要收回 佳合的釜山片场 虽然是要收回 佳合的这个片场 但是呢 这个香港政府早就为 佳合在另外一个地方 置了一块地要给他 但是呢 人家香港的制度 肯定就要公开的嘛 所以他不能 拒绝其他电视公司的竞标 所以他必须要公开进行投标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 那个时代的佳合 咱们也都说到过了 90年的佳合 非常的强势 非常的厉害 所以呢 没有其他的电视公司 能比得上佳合的这种雄厚的资本 所以更拿不下这块底 也就是说 政府这么办 其实就是默认了 走个形式 对 走个形式 就是给你加合的 但是呢 王金背地里就使坏了 因为他 他因为 气不过 对 因为之前那件事 他非常生气嘛 他呢 就联合其他这个五大公司 这里边有 邵氏 然后有中国星 有美亚 然后有年代 然后有环亚 还有王金自己那公司 就是 精益这个电视公司 然后这六家公司 组成一个集团 然后 更加和一个电视公司 进行这个竞标 然后呢 就是这个政府吧 可能你一个公司的这个 就是这个态度 我可以不认可 但是这六大公司 那就成势力了 那我必须得认可了 我必须得看中你的态度 看中你的这个出资啊 和想法 所以呢 这个事情 最后 加和就没拿到这个片场 加和都很生气 这么气死了 对 基本上就是非 都是按着这个 王金的计划走的 然后王金就觉得 是由加和 不是 是由 王金就觉得是 这个事情呢 应该是由邵氏出头 因为邵氏 虽然那个年代呢 已经开始转型了嘛 但是他确实非常有资本 所以只有邵氏 能有这个实力 最后把这个东西 归为所有 就是最后 大家拿到这块地呢 因为这个 建筑费太高了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承担 然后就归于这个 少事了 但是王金 还是依然非常高兴 因为他觉得 他复仇计划成功了 这都是一段 幕后的故事了 那咱们就要说到 97年了 97年这真是一个 非常 复杂的年头 这个 不只是电影界 还有金融界 还有政治圈 什么的 全都发生了很大的波折 尤其是对于香港来说 到电影界来说呢 就是 香港电影开始 真正的走下坡路了 那个时间段呢 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让香港电影 就是产生这种下滑的趋势 首先呢 是香港那个时间段 经历了金融危机 这是非常直接的影响了 香港电影的这个生产嘛 然后呢 还有香港电影 失去了东南亚 这些电影市场的 这些票房 就把这块市场 全部丢掉了 其实在这个台湾 就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市场嘛 但是台湾当年也发布了一些政策 对于香港电影非常不利 所以呢 他就一一的把这些周边的市场 全部失去了 而且在90年代 好莱坞就开始扩张资本嘛 然后他一直在输出自己的电影 而且人家都是拍大片 你哥们就打不过 你香港 你都是模仿人家 好莱坞的路子拍戏 而且香港本身拍电影 一直都是抄袭成风啊 所以自己本身的这个制作 也一直在一步一步的变差嘛 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让这个香港的市场 一下就下滑了 而且呢 政治上其实也有原因的 其实在权力 还没有交接的时候呢 因为香港都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嘛 这个港英政府 就完全对于香港电影 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态度 他不去支持他 也不去鼓励他 就完全是市场化 所以呢 如果香港电影 遇到了一些风波呀 遇到了一些影响 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如果政府会支持他一下的 其实也是不会下降的这么快的 但是香港政府的话 就不会对他有这种待遇 所以各方面吧 香港电影就开始不行了 而且呢 还有一点的 我刚才没提到 就是DVD 就是VCD的盗版 我简直太猖獗了 当年呢 大概平均算下来 一天这个盗版 就能生产1200万张 你想想这个有多可怕 1200万张 就基本上 没人看那什么了 没人看电影了 去电影院看了 而且那边都是枪版 对 而且有很多黑道大哥 全涌进这个电影市场了 所以呢 在这个97年的时候呢 大部分独立制片呢 都停止了电影的制作 就只剩下 中国星和家和 还维持一定的片量 再继续生产 当然了 王金 就像刚才咱们说到那样 他是 可能他的这个态度 是出自于 整个大的香港电影市场 和香港电影 这个角度 所以他还一直在 就是 维持自己的拍片 和制作 所以即使在文俊和刘伟强 都不支持最佳 拍档拍戏的同时呢 王金还在自己 在拍一些片子 当然了 那个时候 基本上挣不着什么钱了嘛 所以呢 他也只能拍一些 低成本的电影 比如说那个时候 他又拍到了 强奸二支 制服诱惑 总之他那个时代 也确实出现了 很多三级片嘛 因为大家也都挣不到钱 然后在这个 《前前前二》里边呢 其实王金把 朱英的戏录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把他往这个 性感的道路上 挑了一点 不过《前前前二》 也不是他拍的吧 对 反正这个片子呢 因为朱英的这个 戏录改变了一下 然后票房还不错 所以呢 王金还是挺满意的 不管怎么说吧 这些片子在拍摄上 其实大家都是 非常的小心翼翼 而且也一直都是 收支不平衡嘛 所以王金自己就说 我曾经通过电影 挣到的钱 就一点一点的 还给了香港电影 我才这么说 就显得 真的特别了不起 但是呢 但是王金觉得 让他自己心里 特别难过的 或者心寒的 就是他遭到了一些 同行的 背地里的 对他一些抹黑 就跟郭德纲说 郭德纲说的一样 同行老打击他这种 为什么打击他呢 是因为他觉得 大家都没戏拍 那为什么王金你有戏拍啊 因为王金本身 按他自己的话说 他自己在花着自己的钱 赔戏在拍戏嘛 赔钱 对赔钱在拍戏嘛 所以他就觉得 哇塞他简直太难过了 我是在为香港电影出力 而且你们这些业内人士 反而在打压我 然后在香港电影圈里边 就开始有流传说 王金搞盗版生意 王金就直接就怒了 特别难受 然后呢 这个97年就确实是一个 转折吧 香港电影的转折 那么咱们其实 在97年之后 对于香港电影的 年代的划分 咱们就可以直接 划分为97后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整个电影市场 也不太景气 所以咱们就 接着往下聊 97后的王金 然后98年嘛 98年王金就为 中国星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龙在江湖 其实当年 他已经退出永胜了嘛 当然这个永胜娱乐的 这个大哥 他们后面就创办了 中国星 所以我这儿说了一个 这个龙在江湖呢 怎么说呢 在王金自己的眼里 他觉得这个片子 是一个好片子 这个片子呢 是刘德华主演的 他是有一点反这种 黑帮电影题材的 因为他让刘德华 扮演了一个 因为自己的孩子 就是父爱嘛 所以要扮演一个 唯唯诺诺的 一个黑道大哥 对 这也是王金少见的 比较严肃的片子 对 他是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特别正经 而且他 因为这个片子 其实卖的还不错嘛 因为整个市场 也都不好了 能拿到一些成绩 他已经觉得 非常高兴了 所以他就觉得 这个片子很成功 我也很喜欢这个片子 对 不过在上期咱们也说过 有点尴尬的是 王金拍的比较严肃的片子 主良其实都挺刺的 对 因为没有王金 屎尿屁的风格了 就是他觉得 很不错这个片子 但是大家看过之后 就会发现并不是 对 然后 这个片子拍完呢 他又和刘德华 因为这个片子 刘德华演的嘛 他有两期 对 在这个片子之后呢 王金又和刘德华 陆陆续续拍了一些电影 比如黑马王子 赌侠1999 黑马王子 当年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李嘉欣嘛 也是电影频道 不断的放 还有赌侠 这不也老放 1999 这不也放 然后还有赌侠大战 拉斯维加斯 就这些 这些片子吧 然后在另一方面呢 王金又在 陈国强的 这个支持下吧 以对家拍档的名义 也拍了几部戏 其中有新恋爱世纪 还有千王之王2000 等这些片子 不过刚才咱们就说到了 一点 就是王金对于 他自己片子的 一个认可程度嘛 咱们就要引出一个 也是算是一个插曲嘛 就是王金对于 奖项的一个态度 因为当年 刚才咱们说到了 他特别喜欢龙在江湖嘛 但是龙在江湖 拍的真的不行 所以呢 王金一直就特别看好 龙在江湖 我觉得他应该在当年的金像奖上 起码我也得得一个提名嘛 结果零提名 就我觉得王金他拍的这些 黑社会题材 或者警匪片里面 一些感情戏总是莫名其妙 然后那种大转折 剧情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嗯 对 但是他拍始终批电影 剧情也没什么合理性 毫无道理可以 但是那就不讲就合理啊 对 就没有道理 所以 就是王金因为 就是龙在江湖 这个片子 零提名嘛 所以非常全的失望 从此他对于奖项 再无期望 但是笨小孩拿到了呀 对啊 所以这就是让他觉得 更加的难受 因为他自己觉得 笨小孩这部电影呢 呃 是他的一部游戏之作 就 就是玩 就是 这叫什么呢 撒撒水 撒撒水 你现编的吗 怎么玩 就是他 无心插柳柳成荫嘛 嗯 然后笨小孩 在竞巴奖项 拿到了一个 最佳剧本的提名 而且呢 还让叶德贤 第一次 拿了一个 最佳女配角的奖 嗯 而且香港金像里 尼德贤还拿了 最佳女主的提名 对 所以 所以王先生就觉得 那我不好好拍戏 结合成这样 那我好好拍戏 结合两个提名都没有 然后更加认可 他父亲 告他的那句话了 嗯 因为他父亲 本身也是这种选手嘛 嗯 他父亲 就跟 曾经跟他说过 拿奖是命 不要强求 王先生就 对于奖项这个东西 就没有任何的期望了 不过呢 那叶德贤 在演这个笨小孩的 片子里边 扮演的这个形象呢 其实与陶姐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嗯 有一些相似之处 他都是属于这种 老人嘛 老年的一个状态 弱势身体 确实没有陶姐 那么优秀啊 对 怪怪的 拿个具尊奖也不错了 因为这个片子 也有一些转折 其实大家 应该看一看这个片子 在这个片子里边 大家可以听到 柯寿良 刘德华 李东 不是 吴东线唱那首笨小孩 嗯 改的特别特别的忧伤 对 没有想到笨小孩 这首歌 他听起来这么难过 笨小孩是作为 五音不全的 我在KTV里面 能够唱的 稍微不那么 不全的一首歌 对 结果到这里面 极大的反差 嗯 但是倒不至于 会让人流泪了 反正就是有一些感伤 嗯 那咱们就接着说 然后到99年呢 99年 香港这个股市 就开始 开始变得非常的 这叫怎么说 牛市是吧 其实我们对于股市 不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我们只能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当年的一些现象 当年的这个香港 就是网络啊 各方面 这个 东西都上市嘛 然后就给股市 带来了很大的泡沫 大家都知道 那年那个 那几年 就是香港的这个股市 遭到了什么 股坛大鳄的攻击啊 什么的这些事情 学金融的朋友 应该都了解 那是熊市吧 我知道 那是之后嘛 刚开始不是泡沫嘛 就特别 特别火嘛 而且在那个时期呢 程百祥呀 还有就一票一人 里边还有这个 美艳芳啊 之类的这些 让他们做了一个公司 叫做东方魅力 就是简称东魅吧 大家都这么聊的 然后 它属于是一个网站 这么一个公司 然后就是 帮助这些艺人 使用网站的 这么一个公司 然后慢慢的发展呢 这个公司 其实收成很不错嘛 然后就很快的 赶上这个热潮 就上市 而且也是最后做到了 垄断 特别厉害 所以有很多做同行的 就是普通人 就非常的不满 就要反垄断嘛 然后就打倒他 那就是后面 他就开始没落的事啊 反正当年他做这个公司 上市 东方魅力 特别火的时候呢 然后要做这个 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嘛 尤其在电视这方面 然后就又找来了王金 想让他来加盟他们自己 加盟他们 而且呢 那个时候王金确实就是 公司也经营不下去了 就是确实也都不好 一直在赔钱 就是对家拍档什么的嘛 所以这个东方魅力 就把就入股 对家拍档 然后还让王金 签了一个合约 就是专属合约 就是你王金不能到其他地方拍戏 你只能给 东方魅力拍戏 就只能给 这家拍档拍戏 所以王金 又再次向中国星 请辞了 就是 算是和这个 向老板的这些事情吧 挺一波三折的 但是加入 东方魅力之后呢 他们做了一些片的 比如说一见钟情啊 中华赌侠啊 峡谷仁心啊 神泉等等这些片子 然后时间就一直推移 慢慢的 到了2001年 2001年就说到这些泡沫就开始 就不行了嘛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然后东方魅力的速度也就放缓了 然后王金就开始就跳出这家公司了 然后加入了另外一家公司叫做天映 这家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是一个美国人叫做范威廉 一表人才特别特别的帅 而且他觉得这个范威廉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肯定特别有本事嘛 所以呢 他又在这个天映当了一个制作主管 然后有一次呢 他和 这个范老外 然后又去到了吉隆坡去见他们的大老板 然后发现这个公司真的是实力雄厚 特别有钱特别有资本 而且他们还买了邵氏800多部电影的那个偏酷 所以因为王金对于那些老港片 因为他曾经也在邵氏干过嘛 既熟悉然后又有情怀 所以他 哎呦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在这大展拳脚 但是之后的事情确实让王金确实意想不到 因为这就要提到一部 非常轰动香港电影的电影 马上就要出事了 不过这还是2001年呢 当时这个刘德华在那个年代 其实也是想大展拳脚做一番成就 所以呢 刘德华就找来了这个刘伟强来帮他 然后一块拍戏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拍了 先是拍了一部戏叫做爱君如梦 当年反响是一般的 但是这个片子咱们再往回 再回过头来看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里边梅艳芳 对吧 然后他们跳舞啊什么的那段 然后也是梅艳芳啊 算是一个代表作吧 挺有趣的一部电影 然后拍完这部片子呢 他们又拍了 也还没拍呢 就是有了另外一个提案 先有了剧本 这个剧本就是 无剑行者 也就是无剑道的雏形 然后刘伟强拿这个剧本就给王军看了嘛 王军看完这个 太好了 欢喜雀跃 然后又立马决定 就赶紧跟刘伟强 然后跟这个范威脸 这个公司嘛 然后就说咱们马上要立马拍定 就是要拍这个片子 然后然后就他们就签了合约 然后还付了定金啊 在公司给他们付了定金 然后就拍了 但是呢 当时就是有这个 有一些小的麻烦 就是因为 因为当时刘德华自身在 这个利益方面嘛 反正也是钱的方面 有一些小的麻烦 因为我对于这个金融这块 其实不是太懂 所以不敢给大家解释这个 因为他解释越越卷 大家就知道 反正是有一点小的问题吧 所以呢 这个范威脸这个老外 特别的谨慎 他就觉得将来会影响到 这个电影的制作 然后所以他就一个人 跑到马来西亚 见这个其他的这些高层 然后就跟高层说 放弃这部电影的拍摄 这个风险太大之类之类的 所以呢 王静特别生气 因为这次他又没有跟他商量 直接做决定了 所以王静立马就建议刘伟强说 赶紧把钱退回去 然后把这个电影的开拍权拿回来 然后之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其实特别巧 这个王静 刘伟强 还有刘德华三个人 一块去泰国拜见一位大师 这大师 白龙王 对白龙王 拜见白龙王的时候 他们遇见了另外一个人 是一个大老板 这个大老板叫做林建月 这也是大老板 也都是白龙王的这个 也都跟娱乐圈渊源很深 对 然后呢 他们就相约一起 然后就聊天啊 谈事什么的 这个时候呢 王静啊 他们就把这个本子 拿给这个林建月来看 然后林建月看完这个片子 觉得确实不错 然后就决定 给这个片子 还要投资 而且加戏 然后改戏 然后再拍这个片子 然后当时立马就决定要开拍 而且呢 他们还找到了梁朝伟 和一大棒的卡司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种 超豪华卡司 来拍的这个片子 其实当时可以说一个小的剧文吧 一个小的幕后 当时呢 这个片子里边的韩成 并不是曾志伟扮演 就是原本的计划 当时呢 是想用黄球生来演韩成 然后吴正宇演黄色 但是 不对 应该由吴正宇演韩成 黄色还是黄球生 这就 我觉得他演没有问题 他也能演 那倒是 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因为吴正宇没有演了 这个黄色 所以最后他演上了李永孝 这是我最喜欢的吴正宇的一个角色 就是李永孝 但是呢 当时是吴正宇没有档期 所以没有拍接下来这部戏 但是王菁当年和曾志伟 就是拍过一个戏叫做知法犯法 所以他知道曾志伟可以演黑道大哥 而且可以演得非常出色 所以他就推荐 曾志伟来演黑道大哥 让 所以最后就跟大家看到的一样 黄球生最后变成了黄色 然后曾志伟变成了韩成 而且这两个人物都特别棒 演得特别特别出色 尤其是这个曾志伟啊 扮演这个黑道大哥 真是看这个无间道的时候 让我觉得特别棒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能演得这么好 而且呢 黄球生也是 因为一直印象中 黄球生就是特别疯狂的一个人 然后演黑道大哥之类的 没想到他演一个正面的黄色 居然这么有样 黄色简直太棒了 那里边演的 特别喜欢他们俩的出演 然后呢 当然我觉得这片子 他俩比那个曾志 比那梁朝伟和刘德华的戏 还有意思 记得他俩对峙在那个 审论的房间 对 我简直太棒了演的 太喜欢看 曾志伟不光甩盒犯的小戏 那太经典了 大家都很喜欢 我觉得在他临死前 被刘德华崩了的那时候 演的也特别好 对 反正就特别棒 这个片子之后 一定要好好地聊一聊 反正这个片子 最后就拍成功了 然后呢 也是一下拍了三部曲 而且这也是 可以说当年一下 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香港电影 焕发第二春的这么 能不能说第二春的 反正就迎来了 又一个高潮 可能香港电影 又可以开始 走上坡路啊 之类的这么一个信号 一个标志 但实际发现 只是昙花一现 对吧 不过 确实证明了刘伟强的能力 而且刘伟强和这个 麦兆辉 对 麦兆辉 编剧二人变成了这个 超级好的搭档 接下来刘伟强也拍了很多 不错的电影 而且咱们也一直 因为这部片子 一直都在期待刘伟强之后 能看到他 是不是能看到他 更好的片子之类的 对吧 但刘伟强也拍了 雪低子这样的电影 对那这没办法 因为作为一个职业导演呢 有些工作你是必须要做的 我觉得有些 就像黄秋生他们演戏 这是我对于一个演员工作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 刚才咱们说到了 王金和这个 就是吴建道的 其实背后的一个关系嘛 但是很多人可能在 看吴建道这个片子的幕后的一些人员的时候呢 其实是找不到王金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好像我们说错了 而是因为 这部片子当年确实非常抢手 可以说是 僧多周少 所以王金就没有再去 非得要一个这个名额加入这个团队 所以这个团队里边就没有他的名字 但是他也算是幕后的一个推手吧 所以这段确实应该是 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幕后故事 但是呢 刚才通过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话 也可以看得出来 王金那几年 就那近二年吧 没拍什么戏了 所以呢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个人气了 所以他担心他的导演工作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呢 他在这个2000年的这个时间段吧 也拍了一些戏 就是为了找找他自己的人气 然后 其中有一部电影叫做黑白森林 其实这个片子 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一看 在那个时代的香港电影呢 尤其是拍完吴建道 这个黑白森林算是类吴建道电影 比较成功的一部了 这个片子也是由这个黄秋生他们演的 还有吴振宇和陈小春 对 当然这个片子 它还是在这个吴建道的影响下来完成的 也能体现出黄秋生 不是 也能体现出王金的这个拍电影的一些作风 这个片子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 应该找来看一下 不过 再往下说的话 王金确实就没有什么可聊的了 因为之后呢 他就开始北上了 北上了之后呢 首先 他为了熟悉这个环境嘛 首先是拍了一些电视剧 然后后面就开始拍电影 然后这几年就开始拍一些炒冷饭的电影 都是曾经的这些老东西 赌神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周中发啊什么的这些 其实票房还是不错的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真的无法接受 尤其是《古惑仔江湖新秩序》这部电影 当时已经爆出一些宣传照的时候 我就已经吓傻了 太恐怖了 对 所以呢 王金到了 就是北京啊 定居的这些事 咱们就不提了 因为没什么意思了 而且他的生涯确实还没有结束 说不定将来还能再搞一个这个市场的奇迹 是吧 那也有很很有可能 不过咱们节目就到这里 就聊到这里 所以呢 通过这两期节目 大家应该会发现咱们提到的王金 对于他的电影 其实说的不是非常多 就是细节说的不是非常多 而是通过说王金去侧面的聊了那个年代香港电影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一些电影制作公司 然后一些导演 然后一些演员 然后一些幕后的趣事和八卦 所以我觉得从侧面去了解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其实严格说来 王金的这两期节目就更偏向于港片系列 对对 正好是敢接上咱们港片系列 现在正好说到九十点代目 正好说到这儿了 所以我们也其实说白了 我们是认可大家对于王金的看法 就是他电影拍的不好 我们是非常认可的 但是呢 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要投射在王金 就是他的一些电影生涯上 对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现 其实那段时间的香港电影的市场那些事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 也是光怪陆利 什么事都有 对 所以看人是不能看他一面的 人都有两面性多面性 很多人都说王金是一个烂片导演 然后不停的在公共场合说装持 这些都是比较片面的 所以我们从全方位给大家梳理王金的这么一个职业历程 还有他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 小诡计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上是太美好 做 做甚麼好 長見 做 做得好 要甚麼 做 做得到 羅斯諾 做 做太佬 留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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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a Gala Happy My Honey My Napa 直播孤單 卡拉OK 慢慢去唱歌 心笑的凡空 星月再搖動 春笑 愛做夢 Gala Gala Happy